科索旭總統薩奇辭職 以面對上世紀90年代內戰期間 觸犯戰爭罪行和反人道罪行的指控 薩奇說即時辭職 是以維護科索旭總統職位的誠信 國會領袖會站待總統職位 直至選出繼任人 52歲的薩奇是科索旭解放軍領袖 98至99年參加科索旭獨立戰爭 爭取脫離塞爾維亞獨立 北約之後向塞爾維亞部隊 發動78日的空襲 戰時才結束 在荷蘭海牙國際法庭的科索旭特別檢察官 今年6月起訴薩奇和多個科索旭解放軍領袖 涉嫌與內戰期間大約100宗平民謀殺案有關 薩奇否認犯錯